我以前度過一個 那個黑暗面的事情 搞到一個整個台北市的 那個殯葬處有沒有 大翻天 那有個時候因為我父親過世 父親過世我們當然一樣就是說 就是我有經歷過那種 就是那個大醫院裡面 跟那個殯葬業者合作 他當然就是在家屬最慌亂的時候 要跟妳講 交給我們處理 我們就給妳處理掉 好 我也相信他 但的確那個業者也辦得不錯這樣 結果他到後來到 要到火葬場的時候 結果就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那個 李醫師就跟我講說 要給誰紅包 要給誰紅包 包括檢古的 就是那個什麼推官的 然後那個什麼檢古 都要給紅包這樣 結果什麼紅包都給我 我一漏了一個 登記處 我漏了 就第一關 拿了手上證明書 還要去那邊然後排號碼 我記得當時我排了13號 13號的時候那時候 因為往生下去火化的都有時程 所以連那個師傅都在那邊 然後我就在旁邊在那邊等 等著這樣子 等到後來最後的時候我想 聽到18號的時候 我就開始有點納悶了 怪了 我13號怎麼沒有 沒推進去 結果18號現在準備去推了 順序不對 順序就怪怪的 我一聽完不對 我在那邊站好久 等了好久 後來我就叫那裡 請那個領域師過來 我說什麼狀況 他說我去了解一下 他就去了 之後沒回來跟我講 他說大哥 你剛才那個登記處那邊 有沒有給阿伯600塊 沒有 為什麼 要給嗎 他說要 一規定要給 我說 你可以事後跟我要 但你也不可以這樣子給我拖 我說沒關係 我給他 給完之後我就發作了 我就直接有沒有去當時那個市長 陳市長在的時候 我就當他拍桌子 我就跟他講 現在是這樣搞的嗎 結果那一次一搞完之後有沒有 整個什麼調查局有沒有 全殺過去 一次搞了一個天翻地覆這樣子 結果後來最後的時候 好幾個有沒有 就被處理掉 真的 所以這種狀況有沒有 我是覺得是這樣 有一些那種不當歸費 就該給人家的我們給人家 但是你故意在那邊搗蛋的 我跟妳講我絕對不會放過 我的個性就這個樣子 也真的太缺德了 剛剛我那朋友 他不是尋價尋了三家 前兩家都是希望他都 能夠再追加預算 然後到第三家 我朋友就學聰明了 就直接跟第三家業者說 前兩家都是這樣子應付我的 希望我們追加預算 可是我就是沒有那麼多預算 有沒有一種可能性 我就是給你20萬 你20萬給我辦到好 而且這20萬請你列清單給我 就是你們可以做什麼 然後什麼的話 可能是超過預算 就第三家業者他就比較有誠意 他就說20萬坦白說真的不多 可能送金師姐我就找三位 而且不是唸20小時的 他可能是唸半天的 他的花圈可能沒有辦法太多 反正就是20萬 通通列一張list出來 我朋友就覺得說 其實這樣其實是比較實在的 一種方式 所以他後來就把他們家的 媽媽的喪事就是要給第三家做 今天聊到這個話題 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 都一定有機會 讓殯葬業者服務或做到生意 所以也不要說光聽他們收入高 因為每一份工作薪資收入 都跟提供他社會價值 是有一個平衡點的 而且你發現 那個好事做多 那氣質會不同 像我們對面 個個都吃眉善目 真的耶 但是平常有在做這些好事情 所以整個感染出來就是一種溫暖 一種和許的感覺 所以大家都互相體諒 也感激你們的服務 我們也不要帶著有色的眼光 看他們說是不是 真的是敲我們或什麼 互相都給一些服務 非常謝謝你們今天來 謝謝